好,接下来继续,也一样不拍你们了 来 R2电阻 要R2电阻需要什么 如果你要代公式V等IR,R等I分之V,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R2的电压 你需要R2的电流 刚才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已经求出来过R2的电流 你那过程中,你是不是已经求出来过R2的 电压 那过程中,你算出来过,对不对 所以你刚才过程中,都已经得到过了 人家答案直接问你的,跟我在计算中,都已经出来过了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求出R2的电流是多少 因为你刚才所代得到就可以了 No.9 No.9 9 9 刚才在他直接问我的答案,跟我刚才的计算过程中 我已经知道,这个R2的电压跟R2的电流了 那我就请问你,他的电子会多少 请坐 请坐 要求R2的电阻,要用R2的电压跟R2的电流 那R2的电压就是刚才讲过一伏特嘛 刚才过程中,你算出来过一伏特了 那电也是刚刚问过我的,就是2安培嘛 所以带进去 R点I分之一或V点Ir 我们就得到0.5欧姆,就解决掉了 OK 那么第四个是问你R3电阻 这时候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知道了 很多事都知道了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 你现在有总电流 你有总电压 你就可以求总电阻 总电阻 总电阻就是左边的并连加上一个串联R3 所以你可以用总电压、总电流、总电阻 OK 然后呢,带进去 带着电阻的并连串联公式 求出我的R3多少 这是一个方法 或者 你可不可以用R3的电压 用R3的电流去求R3的电阻 那问题是R3电压有吗? 刚刚过程中也出来过 对不对? 过程中已经出来过了 刚刚算AP电压已经出来过了 所以其实已经有了 它的电压 电流也有 就直接求电阻 所以 你要勾一圈 用所谓的总电压、总电流去求也可以 你要直接算呢? 也可以 方法不只一种 跟你讲过了 解题的方法不只一种 你看你要怎么想 都OK的 OK 所以 现在换美女 美女叫做 她13对不对? 所以她算问过了 6号 6号 3分之2啊 6号 3分之2 她不是男的吗? 哈哈哈 好好讲 我 我 我这里用个比较直接的方法 就是带V等于 R 还等于I分之V 用那里的电压 用那里的电流 从那里的电子 那刚才说过了 过程中 我已经 刚才的求解跟过程中 我已经知道 我的R3 应该是AB 应该是两幅 就是刚才 问过我的 我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电流她直接写了 3 安培啊 直接写了 所以带进去我的R 8点I分之1 或是V等于 IR 就得到了3分之2Ω 我就得到了3分之2Ω 就解决掉了 这就是我们的 练习0.4 让各位了解 再充分的练习一下 那我们的一些电阻啊 电流电压的球法 OK吗? OK